第34章 狠一点 他们之中,除了刘峰的妻子之外,其他人和曾经的蓝轩宇、唐轩宇,也就是神龙介玉的龙神,当年是同代的史莱克七怪。 唐轩宇建立了神龙介玉,本想让他们都过去,但六人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史莱克学院任教。 蓝梦琴现在是外院院长,剩余五人都在内院,而且都是史莱克学院海神阁的成员,他们是整个史莱克学院最核心的力量。 阁主,你说说吧。怎么办,你这阁主可不能不管啊,蓝梦琴美好气地看向坐在较远的地方,容颜极美带着微笑的女子,说道。 唐宇格师笑道,这是你外院的考核,当然是你说了算。 神网闷怎么说的,他是那一代史莱克七怪之中修为仅次于蓝宣宇的存在,也是当代的海神阁阁主,史莱克学院真正的执掌者。 如果只看外表,谁也想象不到这个看上去二十多岁的女子,竟是斗罗联邦第一学院的最高领导者。 论修为,他也是六人之中最强的。 蓝梦琴有些无奈地道,他们就是什么都没说啊,就说让我们看着办。 怎么都行。 唐宇格道,那你就看着办。 我给你个建议,既然是神上的弟子,必然有过人之处。 神王有神王的骄傲,对弟子的教导必定是不遗余力的。 所以,我认为在考核方面,可以特意针对四个弟子,对他们狠一点没什么问题。 蓝梦琴眼睛一亮,狠一点,你的意思是? 唐宇格微微一笑。 在他身边,一名相貌极为英俊的青年笑道,就是能多狠就多狠。 姐,你说是不是? 唐宇格白了他一眼,说过多少次了,别叫我姐。 我不是你姐,他们曾经是姐弟,后来被证明并没有姐弟关系,因缘际会,最终结为夫妻,但袁恩辉辉对他的称呼却始终改不了。 每次他叫他姐的时候,他都会忍不住有些脸红。 阁主大人,这是要破功啊,嘻嘻,蓝梦琴笑道。 好了,就这样吧,你抓紧时间决定,到时候,我们都会来看看这一届学员的情况,看看咱们的史莱克天团究竟教导出了怎样的弟子。 嗯,我知道了,不就是狠一点吗?没问题,那就要多狠有多狠。 刘峰的妻子,星玄忍不住笑道,我听了,都有点害怕。 幸好,当年我没遇到你这样的外院院长。 蓝梦琴美好气地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不过这次是第一次,必须办好才行。 也让我们看看,咱们这全新的四系培养出的弟子究竟是什么样的。 希望对咱们史莱克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因为四位神王原有的平衡被破坏了。 那样的话,对学院也不是好事,唐宇格道,我向四位神王和毁灭之神都请教过了,平衡不会被破坏的。 之后他们会有其他办法和我们学院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目前还在计划之中,等过段时间,唐叔叔可能会过来,到时候咱们再一起商量。 他口中的毁灭之神唐叔叔,就是曾经的龙王斗罗唐武林,海神唐三之子,现在斗罗神界的毁灭之神。 蓝梦勤笑道,首先还是要看看他们这次教导出来的四名弟子究竟达到了一怎样的水平。 如果真的能达到令我们都震惊的水准的话,有他们组成的史莱克天团在,对我们学院的未来可能就不只是联邦第一学院,这确实是大好事,说不定要朝着宇宙第一学院的方向迈进了。 唐宇格眼中闪过一抹向往,宇宙第一学院虽是畅想,但在我们作为老师的时候,如果能够将学院发扬光大,至少我们没有白来这一次。 还是那三间木屋,当凌宇墨走进房间,看到自己睡过的那张床就哭了出来,他直接就扑倒在床上昏睡了过去。 淡淡的光芒在他身上若隐若现,仿佛在守护着他的身体。 柔和的光芒闪烁,有一种说不出的祥和舒适。 就在刚刚,长弓威找到他并且将他带了回来,告诉他,现在的他已经初步具备了懒人的一些素质,可以享受懒人的待遇了。 所以,他可以回来休息了。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呀,做个懒人原来是这么难的。 不过,此时此刻的凌宇墨,根本就顾不上这些,他只想好好地睡一觉,就这么一直睡,一直睡。 海神湖畔,浓郁的生命能量萦绕,一个娇俏的身影从湖水中一跃而出。 他目光灼灼地盯着在湖畔等他的阿呆。 老师,开始吗? 他的右手已经提起,虚暗在自己胸前,眼中满是犀利之色。 今天不聊,你好好休息一下,就要期末考试了。 就要期末考试了吗? 呆淡呆了呆,已经过去一年了,可是, 我得自己还没有学到什么呢。 阿呆薇一笑,不急,期末考试之后再继续就好。 好的,我一定会拿到第一名的,嗯,加油。 山巅。 砰,一道身影被骤然轰飞,狠狠地撞击在山壁之上。 狂暴的气息席卷,伴随着一声低吼,紫红色光芒闪烁而出,那道身影又闪电般冲了出去,拳头悍然轰击而出,背后的双翼剧烈拍动。 轰,拳头被手掌抓住,向前冲的身体也随之停了下来。 还不够,还是差一点,始终无法融为一体。 可惜了,我本以为凭借破坏之力是有机会成功的。 你还是不够疯狂,还是太理性。 你要记住,当你想要真正激发出自身全部潜能的时候,在激发的那一瞬间,一定要疯狂地释放,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释放出来,才有可能成功。 在激发之后,再努力保持一点清明,爆发的时间越短,爆发出来的力量就会越强。 但是,要记得认清敌我,明白吗? 雷祥松开了伊晨的拳头。 伊晨落在地面上,眼中的星红之色渐渐消失,略微有些喘息。 一年不见,他比之前高大了不少,也强壮了许多。 就连气质,都有了几分雷响的味道。 老师,那我们继续,坚毅的声音从伊晨口中传出。 不用继续了,要期末考试了,跟我回去吧。 啊,可是,我还没练成。 外在的刺激是对你最好的磨练,这次考试,对你们来说并不简单。 想要拿下第一,你就必须在考试中完成突破。 嗡,一抹流光闪电般飞射而出,在空中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悄无声息地没入遥远的地方。 瞳孔收缩,梦并摆手中的长弓缓缓落下,长出一口气,老师,我这算是练成了吧? 嗯,差不多了。 和我预期的情况基本一致,接下来你想再提升,就有要比较长的时间来积累了。 正好,一年了,你要去参加期末考试了。 都过去一年了呀,难怪我这第四株也凝聚成功了。 不过,您当初说的对,才只是第四株,我就已经有些拉不开弓弦了呢。 周围轻微微笑,道,这和你预想得差不多。 未来你拉不开弓弦的次数会越来越多,但每一次提升,你的力量都会增加,拉开前面的弓弦会变得更轻松一些。 走吧,我们回去,是该给他们一些惊喜的时候了。 让他们看,我们力学系究竟多强大。 好。 第35章 红鸣 彩蛋 史莱克学院外院一年级考试要求,一名一年级学员看着自己手腕上的通信器,缓缓念叨。 本次考试,将会以大乱斗的方式,在斗罗世界中进行。 所有参赛学员将会被传送到同一片区域的不同地方。 考试内容,击杀敌人。 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击杀对手,每击杀一名学员,将会获得一个积分。 当自身被击杀的时候,自身积分的一半将被对方获得,另一半则是自己的最终成绩。 隔一段时间,考试区域就会缩小一部分,最终会缩小到擂台大小,直到最后只剩下一名学员为止。 特别提示,在本次考核中,将会出现四个彩蛋。 他们是学院安排在考场之中的特殊参与者,这四个彩蛋将会有红明显示,成功击杀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你将会获得一百个积分。 但他们实力较强,请学员们慎重对待。 考试过程中,不禁止组队,但结算成绩时,只按照击杀对手的数量来计算。 最终只能有一个学员活下来。 所有学员都看到了考试要求,一时之间面面相去。 期末考试的规则这么简单粗暴的吗? 那我们辅助系怎么办? 一名女生哭丧着脸说道。 辅助系当然是要辅助的,考试是按照综合素质来进行排名的,到时候应该会有安排。 学院期末考察,这简直是大乱斗。 挺好的,看来,要考灵场应变能力。 我觉得,应该开始保存实力,别人先去消耗他们的实力,拖他们的体力,反正越到后面,大家身上的积分就越多,让他一半积分,比先出手划算多了。 没准就能活到最后。 就你聪明,别人会想不到这点,如果大家上来都能看,等后面考试区域不断缩小,早晚要见到,早晚要出手的。 只有均衡分配应对,才是最好的办法。 一时之间,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 具体的考试方法出来了,相当于是棋子落地了,总比之前大家一直悬着心要好得多。 而此时,有四个人有点懵。 正是四个彩蛋四个人聚集在一起,各自带上了属于自己的混导通信器。 这还是他们进入史莱克学院之后,第一次拿到这东西。 一年不见,四个人的变化都非常大,虽然只是大了一岁,但和一年前相比,他们都已经变得截然不同了。 他们的身高都明显比之前高了一截。 灵雨莫眼神空洞,有点不聚焦,似乎是有点朦朦胧胧的感觉。 事实上,他刚睡醒就被老师带来了这边,还没完全清醒过来。 依晨的身材变化最大,他比之前更加高大,强壮,少了几分稚气,多了几分沉稳的气度。 当戴盈看到他的时候,都有些不感认了,这个气息浑厚的青年,还是去年那个败给自己的家伙吗? 他看起来真的变得不一样了呀。 戴盈也不一样了,依晨同样看到了他。 以年前相比,戴盈的身材变得更加修长了,已经十三岁的他身上有淡淡的生命气息流淌,令他看起来明艳不可方物。 至少三个男孩的目光,都不时会落在他身上。 孟病白也高大了不少,他身上的气息内敛,看不出什么特质,眼神平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如果仔细辨别就会发现,他脸上的笑容和周围清环真有点相似。 我们就是那几个彩蛋,戴盈忍不住问道。 是的,你们四个就是彩蛋,你们本身就值一百积分。 当你们开始击杀对手之后,积分还会上升,如果你们被击杀,除了一百积分要分出去之外,你们获得的积分也要分一半出去。 最后活着的那个,基本就是第一名了吧? 依陈说道,差不多吧,你们彼此击杀对方,也能获得那一百积分哦,周围清一副不怕是大的样子,笑嘻嘻地说道。 这似乎不太公平,孟病白一脸无奈地说道。 雷祥笑着骂道,你们还想要公平,你们几个是特招生,跟随我们学习了一年时间,要是连这点难度都无法承受,你们就太没用了,索性被我们开除得了。 周围清立刻护短,要开除你,开除自己的学员,我的学员是不会开除的,无论他获得了什么名次,都是我的开山大弟子,他现在对孟病白可是宝贝的不行,别的不说,单是孟病白提供给他的思路,就让他有了很多想法和变化。 平日里和孟病白讨论,看着他成长,已经是周围清最大的乐趣了。 反正你们尽力争取好名次,获得最终的冠军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个好处只有冠军才有,长弓威笑咪咪地说道。 雷祥瞥了他一眼,道,好处是什么? 长弓威耸耸肩,道,还没想好。 等考试结束再说吧。 也就是说,我们四个现在也是对手了,戴盈突然说道。 说完这句他身上自然而然有股无形的杀气迸发而出。 三名男生下意识地都退开几分。 反应最激烈的竟然是一直有些浑重气息的灵雨墨,几乎是瞬间,一道光照就从他身上释放了出来,将外界隔绝。 咔,长弓威咳嗽声,灵雨墨这才反应过来,赶忙将自己的光照收起。 这孩子是受了什么刺激?老大,你是怎么教的?雷祥有些疑惑地看向长弓威。 灵雨墨这反应速度,可以啊。 长弓威老神在在地道,我当然是认真教导的。 这是盛光系的奥秘,能告诉你吗? 灵雨墨此时已经彻底清醒,看着自己的老师,他的表情着实有些复杂。 认真教导,老师您不觉得亏心吗? 您就把我扔在那个只有魔族的地方整整一年啊,让我每天都要面对魔族的攻击。 刚开始,还有您释放的盛光灵阵,后来,连那盛光灵阵都破碎了。 我都是靠自己,才活到现在的呀,我可太难了。 就这样吧。 稍后,你们就将进入斗罗世界模拟舱进行考试,斗罗世界你们以前应该都接触过。 考试的时候,尽力而为。 反正,丢了人,你们自己看着办,雷响淡淡地说道,露出一丝古怪的笑。 依陈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其实,除了带营之外,三名男生的身体似乎都颤抖了一下,显然是想到了不太好的经历。 看着老师们脸上的微笑,煞气已经默默地在他们心中酝酿。 不能输啊,输了回来,肯定没好果子吃。 去吧。 第36章联手 出了小会议室,四个人都有些茫然。 事实上,对他们来说,史莱克学院真的挺陌生的。 虽然已经来这里一年了,但是他们根本就没在学院里出现过,就连校服和混导通信器都是刚刚才拿到的。 当初和他们一起考入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恐怕都不认识他们了。 毕竟,一年过去,他们的变化这么大。 混导通信器上有前往考试地点的导航。 戴盈打开导航,就要直奔考场而去。 等一下,你们都别急,正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 其他三人回身看去,说话的是梦定白。 干什么,戴盈皱了皱眉,对梦定白他还是有点印象的,当初他是第一个去吸收海神湖生命能量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商量一下对策,看看如何来应对这次的考试。 梦定白压低声音说道,什么对策,灵与墨有些呆呆地问道。 梦定白道,我们是上来就有一百积分的彩蛋。 这就意味着,考试开始,我们四个立刻就会变成众矢之地。 据我所知,一年级学员有上千人。 就算我们的个体实力比他们强一些,可也没强到能以四对一千的程度,不想对策,很可能会翻车呀。 有道理,依陈点了点头,那你的意思是? 梦定白道,我们四个相互之间是对手,这点没错,但这不妨碍我们等到了了最后时刻在面对彼此。 我觉得吧,首先,我们不能让老师们失望,我们可以联手拿到前四名。 到了那时候,我们四个在对抗也不迟。 因为只有我们四个是彩蛋,其他人都会针对我们,如果我们其中内斗,胜利的人积分更多,必然会成为所有人的重视之地。 所以,我们只有联手,才是最好的选择。 戴影皱了皱眉,却没有反驳,显然是在思考四人联手的可行性。 凌雨莫眨了眨眼睛,道,我都行,反正安全第一。 梦定白笑道,我们四个聚集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 考试一开始,大家应该都是被传送到不同的地方。 反正我们先努力聚到一起吧,然后再开始击杀其他学员。 我们避开人多的地方,用游走的方式寻找,攻击对手。 慢慢来,不着急。 只要能活到最后,我们获得前四名应该是稳的。 对手大家尽量平均分,以确保我们能够成为前四名,到了最后,我们再彼此对抗,争一下名次就是了。 依晨看看她,再看看戴影,眼神微动,道,我觉得可以。 戴影双眼微眯,略微犹豫了一下,点头,道,可以。 我也行,凌雨莫看着梦定白,点了点头。 梦定白主动伸出自己的右手,凌雨莫也伸出右手放在梦定白的手上,然后是依晨,戴影。 四个彩蛋在短时间内就达成了一致,虽然这个同盟不知道能坚持多长时间,但总算是暂时达成了。 考试是在史莱克大体育馆内进行的,等他们四人来到这边的时候,体育馆已是人满为患了。 一年级的所有学员都聚集在这里,正在排队用自己的混导通信器进行登记,然后才能进入体育馆。 四个人排着队,跟随着其他学员一起进入。 大家穿着一样的校服,而且分属于不同系,也没人注意到他们有什么不同。 通过门口的时候,四人的登记一切顺利,只有负责登记的老师,看他们的眼神略微有些变化,显然是发现了他们彩蛋的身份。 史莱克大体育馆是一座存在时间相对较短的建筑,只有几千年的历史。 现代的很多教学都是在斗罗世界中进行的,包括体育活动。 在斗罗世界内得到的历练,已经到了可以完全反馈到自身的程度。 这一点还有传灵塔的功劳。 传灵塔将属于生灵台的一些科技向斗罗世界开放,从而让斗罗世界有过一次非常大的升级。 体育馆逐场馆内,整齐地摆放着一台台斗罗世界模拟舱,足足有两千台,全都是最新的型号。 史莱克学院一向财大气粗,所有斗罗联邦的最新科技,他们都能最先使用。 在门口登记之后,每一名学员都获得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编号,然后根据编号找到自己所属的模拟舱,准备开始考试。 伊晨、戴盈、林雨墨、孟定白四人也按照编号找到了自己的模拟舱。 斗罗世界已经遍布整个斗罗联邦,几乎在任何一个联邦所属星球都能够接入。 他们小时候自然是玩过斗罗世界的,虽然已经一年没碰过了,但也还算熟悉。 学员们都没急于进入斗罗世界,而是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摇着天。 伊晨四人走过时,多少听到一些,这些学员大多数都在拉帮结派,找熟悉的人组队,大概的想法和他们四个差不多。 碰到熟人多组队,然后再去击杀其他人,获得积分。 同一个系的人,大多都会这么做。 考试的一些规则细节已经公布,对于完全没有个人战斗力的辅助系来说,他们将拥有一定的保护机制。 在考试刚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内,他们将会处于无敌状态,不会被伤害。 这显然是给他们抱大腿的时间,前提是他们的辅助能力能够被认可。 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优待。 能否在考考试中坚持下去,还是要看自身的综合能力。 能够考入史莱克学院的,几乎都是天之骄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谁也不愿意成为最后的50名。 排名越靠前,获得的学院奖励就越多。 首先奖励的就是史莱克徽章。 史莱克徽章用途广泛,可以换取天才地宝,在修炼地修炼的机会,以及老师的教学课时,等等。 平日里,大家也会想办法赚取徽章,而期末考试,正是赚取史莱克徽章最好的机会。 一千多人都没进入模拟仓,一时之间,逐场馆内显得有些嘈杂。 一乘四人没有过多的交流,大家的预想虽然已经达成了一致,但也要在斗罗世界考试之后能够遇到才行。 如果都坚持不到相互预见,那自然就是一切休题了。 所有学员进入模拟仓,考试即将开始,电子音响起。 场馆内根本没有任何老师在,老师们会通过监控屏幕对这次的考试进行整体的监控。 这种大乱斗的考试方式,自由度是非常高的,老师不会干扰,只会在一旁观察学员们在考试中的各种表现。 这其中包括对自身能力、综合素质、心理素质等多方面的考核。 当然,品性考核是隐藏的考核内容,这一点学员们是不知道的。 史莱克学院对品性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从史莱克学院毕业的学员,不只是自身能力要强,品性更是必须好。 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一旦发现品性不端的学员,几乎会在第一时间将其淘汰。 开启模拟舱,学员首先接触的是一种类似于胶状体的物质。 等学员跨入模拟舱内,这种胶状体会自然缠绕而上,覆盖全身,引着学员进入其中。 玩,作者,唐家三少,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点赞和分享哟。 战胃管剨转为了规理优物垒关组和音乐采正的转换。 敐yorum。